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哈登林罚球北京时间1月10日,步行者不敌太阳,但步行者的内线核心,多曼塔斯·萨伯尼斯打出了无与伦比的表现。 他在上半场只拿下4分,但第三节,单节13中8,罚球8中4拿下20分9篮板,三节轰下双20的数据,全场比赛拿下28分22篮板,四助攻的逆天数据。 他无疑是成为了开拓者的新核心,他的战术地位已经可以跟奥拉迪波、布罗格登相媲美。 输给了太阳后步行者,在东部6胜3负排在第三,最近的两个赛季步行者,都轻松进入季后赛,但在季后赛中,都走不长远,归根结底是因为球队中,没有超级球星导致。 小萨伯尼斯、布罗格登、奥拉迪波都有不足的实力,但跟超级巨星,都还有差距,这只步行者要想蜕变,需要做出一些改变。 北京时间1月10日,美国媒体NBA分析网,对印第安那步行者,进行了建议。 他们认为步行者,可以去追逐詹姆斯·哈登。 有了哈登,这位超级巨星步行者,可以成为一支,总冠军级别的球队。 在一天前,火箭42分,狂胜魔术,哈登13中6,3分9中3拿下15分13助攻,5篮板1盖帽。 他的出手次数,连续两场,不如约翰沃尔,或许这说明他,已经在开始交棒沃尔了。 哈登在赛季初,就想离开火箭。 最近哈登离队的交易流言,又变得更加频繁起来,所以步行者加入争夺站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美国媒体NBA分析网这样建议,步行者送出维克多、奥拉迪波、迈尔斯特纳、阿龙霍勒迪、杰里米、兰姆、2021年首轮签、2023年首轮签、2025年首轮签。 得到詹姆斯哈登与本麦克勒摩,也就是,七换二的交易。 这笔交易步行者,得到哈登与229万,神枪麦克勒摩。 麦克勒摩星赛季,首秀就3分5中午,他是上赛季,火箭最准的3分投手。 单赛季3分命中率,高达40%,他可以,为小萨拉开空间。 步行者送走特纳,就是为了完全扶正,小萨的内线地位。 火箭的得到奥拉迪波、特纳两个先发球员。 塞拉兹可以用沃尔加、奥拉迪波加、丹尼尔豪斯加、伍德加、特纳打先发、塔克、霍勒迪、兰姆打替补。 这样火箭,不管是先发阵容,还是替补阵容,都很强劲。 而且火箭,还得到了来自步行者的,三个首轮签。 这笔交易火箭,也可以立马完成重建。 本赛季,还是季后赛强队。 奥迪在休斯顿,还有望迎来复苏。 最近的比赛,他已经开始,有了好转的迹象。 所以NBA分析网,这笔建议,还是不错的。 这疯狂期划二,大家觉得如何?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是非询阅人多战胃和客人,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带的缺者。 搭调吧! 是非语曲?